大家好,我是阿尔嘉 英国科学家摩尔有一本《伦理学原理》 里面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自然主义的谬误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认为 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是自俗的 本身具有统一性 所有的现象只能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 不能用超自然来解释 与自然主义相对的便是超自然主义 例如 如果你相信鬼神 就是超自然主义 如果不相信 就是自然主义 自然就是自己如此的样子 也就是本性 合乎自然的 就是合乎本性的 自然主义认为 人有分辨价值的本性 所有人间建构的价值 都是自然的东西 自然主义就是本性的主义 自然主义的谬误就是 用自然的东西去定义善 例如 享乐主义认为快乐是善 效益主义认为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善 摩尔认为善是不能被定义的 这些说法都是在定义善 快乐是善 但是善只是快乐吗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善 但是善只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吗 摩尔举了黄色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过黄色 无论你向他解释黄色看起来怎么样 或者黄色的波长和频率如何 他都不会有黄色的观念 因为黄色是一种简单观念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描述黄色 但是黄色本身是不能被定义的 善也是一样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描述善 但是善是一种简单观念 善本身是不能被定义的 它是一种非自然性质 而人天生有一种能领悟这种非自然性质的机能 成为道德感 有别于一般感官 既然不能用自然的东西去定义善 那反过来说你也不能把善加在任何自然的东西上 合乎自然的就是合乎本性的 所以你不能把善加在本性上 否则就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 有了这样的理解 我们猛然发现 所谓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说法 其实都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 人性就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可以实现各种价值 但是你不能把善恶这种价值加在本性上 宇宙万物只有人有善恶的问题 因此人性必与善恶有某种关联 你必须说明的是人性与善恶的关系 我们如果把真善美摆在一起看 就会更清楚了 人对真理有一种天生的渴望与倾向 你可以说人性像真 但不会说人性本真吧 人对美有一种天生的渴望与倾向 你可以说人性像美 但不会说人性本美吧 人对善有一种天生的渴望与倾向 那是不是应该说人性像善 怎么突然变成人性本善了呢 善是一种力量 像善的意思就是 人只要对自己真诚 就会发现行善必恶的力量 可以由内而发 不行善就会心中不安不忍 行善就会心安理得 那人可以真诚 虽然可以不真诚 好比人性像真 但人也可以不真诚 为了私利而制造谎言 人性像美 但人也可以不真诚 为了私利而推崇丑陋 人性像善 但人也可以不真诚 为了私利而作奸犯科 甚至禽兽不如 历史上大奸大恶 残害暴乱的例子 难道还会少吗 孟子里面最明显的话就是 人性之善已 有水之救下也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 下是水的下 还是水的性呢 当然是水的下啊 水的性是H2O 我们把孟子这句话 稍微改一下 人性之向善也 有水之向下也 人无有不向善 水无有不向下 是不是完全合理 有人说 人性本善的善 跟道德的善 不是同一个东西 因为人有道德自觉 所以可以说 人性本善 我们先把 自然主义的谬误 摆在一边 道德自觉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行善吗 如果说 人会因为道德自觉 而行善 所以你说 人性本善 那人也会因为 利欲均心 而去作恶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人性本恶 你拿人性好的部分 说人性本善 我就拿人性不好的部分 说人性本恶 结果说了半天 我们都犯了 自然主义的谬误 而且没有说明 人性与善恶的关心 那人性本善的说法 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宋明学者 对于儒家的理解 并不是恐梦原来的意思 宋朝开始的 儿童启蒙教材 三字经里面 便直接把 人之初 性本善 放在第一句 加上 原人宗 皇庆二年 恢复科举之后 便以南宋理学家 朱姬 筑姐的四书 作为所有科举考生的 指定用书 从此以后 所有的读书人 从启蒙开始 读的都是 人性本善 现在总结一下 自然主义的谬误就是 用自然的东西 去定义善 或者把善 加在本性上 人性本善的说法 本身就犯了 自然主义的谬误 一旦宣称人性本善 对于人世间 种种罪恶 可以说完全束手无策 而且下一步 人生也不知道 要往哪里走 千金诸家 孔梦的原点 肯定的是 人性向善 只要人对自己 真诚 行善 必恶的力量 就能由内而发 就能敦促自己 往完美人格的目标前进 这也是先前儒家的 理想性格 肯定德性修养 是人人可以达成的目标 人生可以活得快乐 而有意义 好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二加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